生活在2023年 對我來說已經非常方便且進步了 在科技演變下 也逐漸發現了一些文明病 人們也開始重視自己的健康 生活中最大的污染莫過於空氣和噪音 肺部得承受氣機車廢氣 PN10、PN2.5 間接的傷害你的呼吸系統 耳朵只要承受工廠、交通運輸、人聲等腦人的噪音 我不可能回歸原始生活 但我也不想因為外在的環境持續傷害我的身體 在過往,戴耳機加口罩是我唯一解套的方案 但在2023年,我遇見了它 主動式降噪耳機搭配空氣進化功能 不僅功能吸引,外觀更是特色有潮流 它就是我解決噪音、空氣污染的最新產品 Physen ROM 大家好,這也是TechTeller科技說你的科技變遷 我是River 相信看到開頭就知道我們這次要開箱的是 Physen最新的空氣進化降噪耳機 ROM 我們也不廢話太多,直接進入正片環節 那想用科技改變你的生活品質嗎? 記得先訂閱TechTeller科技說喔 這次的開箱我們有受邀參加產品體驗會 新加坡工程師也有直接和我們介紹產品的設計概念 基本上目前最大的污染就是空氣和噪音 除了身體上的傷害也會帶來心靈上壓力的來源 這台耳機 Dyson 花了六年的時間研發 有五百多個原型機不斷的改良迭代 在介紹中我可以看到有的像是潛水在咬這個氣管 也有放在鼻子前面呼吸的 Dyson 表示也有想過是不是要背一個背包在後面等等的 最終會定義成這個耳機加空氣清淨 是因為除了剛剛前面提到的最大的污染之外 耳機這個產品對現代人來說 它並不是一個另外額外購買的產品 可以讓你在購買耳機時 同時有另外一個空氣清淨的功能 這次的推出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我手上的ROM 它是藍色和銀色去做搭配的 另外一個版本ROM Absolute 深藍色偏紫色搭配金色 最大的差別就是它一個背包 讓你可以外出放耳機 另外它還有多附一組濾心提供更換 Dyson 大家也知道是吸塵器 無液風扇起家的 後面有推出空氣清淨機 電燈 吹風機等等產品 這次也是它們首次進軍 穿戴式裝置和升學領域 強調更著重在於用科學的方式來研發升學 以及它們30 年來對馬達 氣流過濾技術的背景來研發這款耳機 ROM 前面聊完它們的設計理念後 我們來聊聊它的使用心得 盒裝內有耳機一副 耳機收納盒一個 濾心一對 面罩一個 面罩收納袋一個 充電線一條刷子一個 不得不說配件的質感很到位 線材用的是編織線 而且它是傳輸線喔 不是充電線 可以傳輸資料音訊 這也是 Dyson 沒有提及我意外發現的 耳機的耳罩頭樑 都是用擠皮包覆的 很親膚舒服 耳罩的部分是用旋轉的方式安裝和拆除 除了髒了可以直接水洗 設計非常人性化 其他耳機都是用卡榫的 可能一個施力不對呢 卡榫斷掉是很常發生的事情 耳機左側有一個風扇的圖案 可以調整空氣進化的模式 藍牙配對 耳機的開關 右側的按鈕是媒體鍵 設計成四項操控 按一下暫停播放 長按呼叫語音助手 往上音量增加 往下音量減小 往右下一手 往左上一手 充電孔則設計在耳機的左側 耳機兩側的外殼有金屬濾網 中間有一個透視窗 就是清淨機的馬達 外殼也是用旋轉的方式拆除 這邊就是安裝濾網的地方 第一次安裝很簡單 只要輕輕的卡進去就可以了 未來這個濾網 在APP裡面也可以直接購買 當然我相信大家如果很用力的支持的話 未來搞不好會出什麼 抗甲醛抗菌版本也說不定喔 原廠的濾網外面白色的地方 是靜電式濾網 Dyson 說可以過濾99%小至0.1微米的顆粒物 像是這個灰塵、花粉、細菌 因為是靜電的 所以它會吸附顆粒物 內層灰黑色的部分呢 是附甲碳濾網 它可以過濾有害氣體 譬如說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臭氧 剛剛講的化學名詞 可能比較難理解 簡單來說就是燃煤、石油、天然氣、柴油等等 產生的氣體污染物 同時也強調可以減少二手煙和人體異味 等等有味道的氣體 所以戴上去就聞不到自己的糊臭了 面罩的部分是可以伸縮長度的 整個面罩都是塑膠材質 畢竟這個東西是吸在耳機上的 你太重就是負擔 面罩都可以拆開做清洗 剛剛提到的刷渣就是在刷這個面罩縫隙的 聊完外觀我們來聊聊功能 我們直接從App聊起好了 下載買Dyson App 進去之後記得登入 頁面的部分 最上面是可以顯示地區的空氣品質 那你可以顯示這邊你是要固定位置 就是你固定你要選擇哪一區 或是說你可以自動定位 你現在目前的位置的空氣品質 最上面是區域的名稱 接著是這個AQI 它是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它會有七個指標 濃度數值 有臭氧 PM2.5 PM10 一氧化碳等等 這個就太複雜了 我們直接看這個AQI的數字就好 這個是環境部提供的空氣品質指標 我們也轉成表格讓大家更清楚 基本上數字越大 空氣品質就會越差 相對的對人體的傷害就會越大 接著下面呢 是這個溫度 濕度 PM2.5 PM10 還有二氧化氮 要再提醒大家 這個數據是區域的狀況 跟你所措周邊是無關的 PM10是直徑小於10微米的顆粒 它不能被身體的防禦機制阻擋 是可以直接進入肺部的 PM2.5更恐怖 因為它小於2.5微米 是可以直接穿過肺炮呢 進到血液裡面的 接著呢 是這個耳界電量和濾網的壽命 最左邊這裡的圖示 它會顯示你這個 你有沒有吸上面罩 然後面罩有沒有作動 然後右邊這裡有一個濾網的按鈕 你點進去之後呢 它會教你如何更換濾網 以及你可以這邊線上購買濾網 但值得注意的是 現在這個濾網呢 線上還是不能購買的 接著呢 是這個周遭二氧化彈 會監測你目前周遭 目前二氧化彈呢 大多數都是因為燃燒產生的 高溫下氮氣和氧氣結合而成的 長時間接觸會減弱肺部功能 和降低呼吸系統抵抗疾病的能力 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東西 我們先戴上面罩 在APP裡面呢 右上角有一個風扇顯示 目前的風速檔位 共有三個數字 那這樣子切 數字越大呢 它的轉速就越大 而且這個動畫呢 也會隨著段數不同 轉的速度也會不同 細節 旁邊有一個狀態圖示 點進去之後呢 它會封為 Auto 靜態 輕度 中度 Off 那只有這個Auto有語音提示 同時這個圖示呢 也會連動外面的圖案做變更 實測下呢 如果我開Auto 再走路的話呢 就會進入輕度段數 但我個人覺得我自己走路是偏快的 所以這部分就僅供參考了 你點擊這個空氣品質的圖啊 也會告訴你這個耳機可以幫你進化哪些東西 以及這個表格要怎麼看 下面呢也會有相對應的數值狀態 接著下面是聲音 右邊呢有一個目前耳機的降噪通透狀態 點進去之後呢 有隔絕通透 Off 這邊這個Off呢 只有在拆下面罩時呢才可以開啟 裝上面罩呢它是無法開啟關閉這個功能的 關閉呢就是它不開降噪也不開通透 我們開啟通透後呢 這邊寫說在任一個耳罩快速點兩下 可以切換降噪或是通透 但其實實測啊 在耳界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快速點兩下觸發 App裡面的這個通透呢如果開啟後 它的親近機和音樂呢是會持續播放和工作的 它還有另外一個功能叫做對話模式 這個模式的App是無法開啟的 它就在這樣使用面罩 然後這樣子往下放它才會進入 同時你的App也會顯示對話 這個對話模式會停止音樂和空氣清淨功能 但是和ToneTone模式的感覺 體感都是一樣的 聲音控制呢 右邊這邊有一個均衡器 它有強化、異音加強、中性 再往下呢 有一個目前周邊噪音的分貝 當然如果你聽音樂或開親近機也會提高 點進來之後呢它就會告訴你 這邊有一個建議限制定義在88分貝 建議不要超出這個聲音範圍 要不然會對耳朵有不可逆的傷害 再往下呢也有告訴我們 這個實線代表是人耳的聲音 虛線代表是環境聲音 再到最下面呢 這邊是會記錄你每天使用耳機和進化功能的 時長、時間 也會記錄每天的二氧化彈、聲音數值 就很像你帶智慧手錶的功能 紀錄你每一天的一些資料 接著就要進入最重要的環節 我的個人使用心得 我就會先講缺點好了 如果你能接受 我想你也不用看優點了 直接點下面的購買連結 直接購買就好了 首先呢是這個重量的部分 這個耳機呢其實設計的配重很好 耳機的本體大約590克 加上這個面罩大約是665克 可以說是賊重的 但戴上去並沒有想像中感覺那麼重 特別是在這個頭頂的部分 它沒有壓頭的壓迫感 但是但是來囉 我本身是有戴眼鏡的 戴差不多1到2個小時 我的耳朵其實還是會有負擔感 會需要拿下來休息 再來是這個空氣清淨的馬達 雖然Dyson說為了克服這個馬達 旋轉產生的噪音 所以他們的馬達是用懸掛的方式 但還是會有些許的震動感 當然比較大的是這個氣流聲 我覺得用口說呢是很難理解的 後面我們也會有實測給大家參考 再來是這個面罩 欸不對我們先說這個耳機配戴好了 耳罩的配戴呢有人會習慣戴比較前面 中間或是後面 像我每次戴上去的位置都可能不一樣 那你吸上這個面罩的位置也會不一樣 可能就不會剛好對應到你口鼻這個位置 都要細調 當然這是我個人的狀況 搞不好有人就會說 欸那是你不會戴耳機啊也說不定喔 還有是這個拍兩下切換降噪通透模式這個功能 它其實蠻靈敏的 我在調整這個頭樑長度位置的時候 其實就有機會觸發 因為它耳機切換降噪通透呢 會有一個的音效 我就會聽到這樣子 當然這個我也是偶爾才會遇到的 搞不好就會有人說 阿你不會輕一點喔 對不對 最後是這個續航 官方標榜呢 續航加空氣進化呢 只能使用4個小時 其實跟我實際使用呢很接近 確實偏耗電 接著是優點 降噪真的強 光是這個被動降噪啊 它其實隔音就蠻好的 開啟降噪後呢 如果旁邊的人說話是正常音量 是有機會聽不清楚對方在講什麼的 然後針對這個中低頻的處理也是很明顯 當然尖銳的高音啊還是會聽到一些 但絕對是前段般的還值喔 聲音方面呢 搭載40mm 女磁鐵的單體 頻率的範圍在6Hz到21Hz 耳機的外殼這邊就有標註了 雖然只有AAC 但聲音聽起來不差 Dyson他們的調音呢 不是依賴所謂的 黃金聽眾法則調音 而是採用科學的方式 大量試聽測試調音 強調有強勁的低音 清脆的高音 和清晰的中音 盡可能還原原始的音樂 所以他們走的概念比較像是所謂的 圓音 三頻低音呢 沒什麼下潛 在表面輕輕點過 偏Q彈 人聲中頻的聲音呢 些微純齒音 位置略為靠前突出 也是走偏溫和路線 高音的部分呢 不會刺耳尖銳 也不會過暗 很明顯聽女聲時啊 位置會相對男聲比較靠中後 整體的分離度還可以 細節也輪廓還聽得出來 但不明顯 最後這個點 我不知道是優點還缺點 就是戴起來 我自己覺得很帥 真的很帥 你戴在路上 一定會忍不住看你一眼 是太吐物嗎 欸 這個用詞不對 是太耀眼 對啦 耀眼 吸人眼球 我決定中秋節坐車回家 我要整路戴這個耳機 前面講太多了 最後直接進入我們的實測環節 這次總共會測五個東西 馬達噪音 並會有不同轉速 開啟音樂後的對比 物理抗噪 主動式降噪的效果 通透模式 麥克風對比 和音質實測 以上測試經過錄音轉檔都會受損 所以僅供參考喔 Auto 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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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want my whole life just to get right, just to be like Look at me, I'm never coming down I want my whole life just to get right, just to realize Everything I need is under, everything I need is underground Underground Everything I need is underground Love goes up, let's go down Running out of time Power's been hectic, seems electric But I've been waking up with your voice in my head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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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lk my whole life Just to get right Just to be like Look at me I'm never coming down And all I cry like you I'll never arise Even though all you said It's all we need is tim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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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聲重的開箱就要結束囉 剛剛看到這個產品在網路上發布時 我一直都覺得很特別很新奇 直到現在真的拿到手 這感覺非常的特別 那你覺得呆聲重這耳機如何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喔 最後也別忘了幫這支影片按讚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See you